好家庭联播网 中部地区 古典音乐台 FM97.7 北部地区 Bravo FM91.3 请听语对话 我们的后裔时代 请益之旅 各位好 我是叶昕 欢迎收听 请听语对话 我们的后裔时代 请益之旅 2020已经接近尾声 国内的疫情 渐渐地趋缓 但上半年的疫情 对各个产业造成的冲击 依旧于颇荡漾 其中最受影响的产业 莫过于艺文产业 因为人数跟活动的管制 导致许多艺文展演活动 被迫取消 国外的乐手进不来 国内的表演 也没有办法运作 艺文工作者 在这一波的疫情之下 受到相当大的考验 我们很关心 艺文界的朋友 在这个严峻的时刻 是如何因应的 运用了哪些策略 来度过疫情 持续在自己的岗位上努力呢 因此 我们的董事长 高宇女士发起 带领团队走出录音室 制作我们的 后裔时代 请益之旅节目 希望透过实体拜访 各个伙伴 针对遇到的困境 彼此交换意见 今天的请益之旅 高董事长特别拜访了 国立台湾交响乐团的团长 刘玄勇 刘团长 今年是国台交75周年 如何在低迷的疫情当中 启动应变措施 站稳脚步呢 欢迎您一块来收听 好家庭联播网 高宇董事长 在雾峰与国台交 刘玄勇团长 两人精彩地对谈 大家好 很高兴今天来到 雾峰国立台湾交响乐团 来看我们合作很久的 国台交的团长 刘玄勇团长 那今天要跟团长谈的是 疫情发生的一些状况 台湾交响乐团 他们是怎么面对 然后在疫情之后 又怎么样来处理这些问题 我们先欢迎我们的刘团长 请他跟大家问好 所有爱乐朋友 以及高董事长 大家好 我是国立台湾交响乐团 刘玄勇 团长 谢谢你今天让我们来 您的办公室 跟您谈一谈 那我想这一次的疫情 2020年一开年之后 的疫情确实对大家都 造成很大的困扰 可是就我知道 刘团长你处理的很好 那很多人都在讲说 我们不要浪费这一个危机 我觉得你根本就没有浪费 你反而是利用的非常的好 那你是不是可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 在这样子一个过程里头 你怎么带整个的团队 经历这个这样子的一个疫情 在疫情中跟疫情后 你怎么来带整个的团队 首先很高兴 谢谢董事长让我这个机会 跟所有爱乐朋友分享 在过去这几个月当中 其实对所有的表演艺术事业 都影响非常深远 那在欧洲我们看到很多博物馆 或美国看到很多博物馆 最近才陆陆续续的开门 让民众可以进博物馆 那之前所有表演艺术活动 几乎都停摆 那对表演艺术 这整个从业的艺术家来说 大概是从来没有想到 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那对台湾的表演艺术事业 这整个行业里面 也影响非常的深远 那对于一个交响乐团 特别又是在这个疫情里面 它就是非常聚重的一个团队 所以当我们要练习的时候 它就是需要50个人 80个人 甚至于更多人才可以一起练习 因为乐曲的编制 所以它就必须要这么多人 这样的规模才可以运作 那这样的疫情发生 其实我也一样 跟所有表演艺术行业的人 也一样的紧张 跟很大的压力 压力在于我们的同仁 每个人也一样 面对这样的疫情的时候 特别是一样性质的团队 如果发生有疫情的演奏家 或者是有被影响了 大家就觉得是非常有一点恐慌 那不可否认 我们看它是一个非常大的危机 我自己也想在制度里面 国立台湾交响乐团 它就是一个公务 广泛的公务单位 所以公务单位它有公务单位 运作的准则跟规范在那里 所以尽管别的团队很多都停摆了 可是对国立台湾交响乐团来说 它不太可能停摆 因为它是一个公务单位 所以那既然是公务单位 不可能停摆 我们就必须要想说 我要如何的运作 或如何安全的运作 所以我们才想到说 这个可能是很大的危机 但是也是可能是一个转机 所以然后这个疫情会多久 我们不知道 所以所有演作就 我们其他演作会就实在不行 就一场一场的取消了这个演作会 这是过去几个月当中 我们所面对的这样的一个 很重大的事件发生的时候 那在这几个月当中 我就跟我们同仁 做了很深入的沟通 那我希望这几个月当中 拟定一个训练计划 我非常了解交响乐团的特质 交响乐团的特质是 它就是要培养很好的默契 如果没有很好的默契 那可能演作吹来声音 我们用一个形容词来说 它可能浑霄破散 所以当我们交响乐团如果停摆一个月 停摆三个月 停摆五个月 有时候也许水准好的交响乐团 它都要花一段时间声音才会回得来 它的默契才会回来 那何况是对我们来讲 在起步的还在打基础的交响乐团 那影响更深远 所以我们就拟定了一个训练计划 我们在内部里面 我们所内部的我给它一个名称 叫国台交耀声计划 国台交耀声计划 那这个耀声计划过程当中是非常辛苦 我要让我的同仁非常安心的来上班 第二个 我必须要所有所谓前置作业 全部做得非常的完整 那这几个月当中 我们运气比较好的是 当我们发现这种情形的时候 我们就请我们的首席 科技指挥水兰老师提早到台湾 他也必须要按照台湾所有的规范 在两个礼拜之后 我们就拟定了所有的训练计划 那我们也必须要跟着整个时代的脉动 我们也想办法这一段期间 透过各种方式 虽然演奏会停止的 可是我们活动并没有停止 我们跟我们乐友之间的连结 并没有停止 还是透过这个时候 我们就发现科技的运用 在这一次疫情里面 特别是对表演艺术 可以透过科技了解到 虽然我们没有办法进演奏 跟听音乐 但是你可以透过很多很多种方式 开了一扇科技的窗 是的 所以我们利用这一段时间 因为有一个好指挥 我们就必须要好好的运用一下 然后再来就是训练的过程当中一定很辛苦 水兰老师是一个非常不妥协的指挥 对品质要求非常高的指挥 也就是说从基础的训练到最后一个月 一直到进阶的训练 那在我看来这是非常宝贵的 或者对水兰老师来说 他说他从1986年从中国大陆到美国以后 他从来没有在一个地方住超过这样五个月的时间 真的 他到每一个地方去都是一个礼拜两个礼拜就离开的 就是这是这个行业 交响乐团这个行业的它的特性 所以他大概就是每一个地方客气的 尽管他当新加坡交响乐团音乐总监 那一年就去12个礼拜到16个礼拜 很少像这一次待这么久 然后他自己常常讲 他是真正的住团指挥 住在乐团的指挥 所以这一段时间我们当然看到 因为水兰老师在我们拟定计划 从各种不同面向的音乐 训练不同的乐器不同的组合 所以让我们看到交响乐团 整个音色整个所有的我们讲基础或程度 确实达到当初我们所期待的扬升计划 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很不容易 团长在当时在发生这个疫情的时候 所有东西看起来都停摆 不能够前进的时候 我相信你一定心里头一定会担心 而且不知道要怎么去处理 还有就是同事之间要怎么样 让他们能够放心的来团练 我觉得这个也需要有很大的勇气 然后有完整的计划跟沟通 那我们待会就可以在这个部分 我们可以来多谈一下 这个耀生计划的执行 你怎么样让你的团员能够放心的来参加团练 同时水兰老师你也提了 你说他是一个不妥协的指挥 那怎么样水兰老师在跟团员在演练的时候 在练习的时候他怎样的不妥协的实力 而且让团员都能够自己都经历到 整个的团的水准提升 达到你们希望的那样子的一个标准 可以跟我们分享一点 这个当时的甘苦谈吗 好的 刚开始的时候我们同仁当然也都非常的担心 因为他看到很多的团队已经停止练习了 那我们还必须维护正常的练习 过来要比别的团队运气好的是我们有自己一个演奏厅 所以我们的演奏厅在卫福部的规定之下 我大概每个礼拜消毒一次 让团员进来的时候他们又很放心了 我就告诉他们每个礼拜都会消毒一次 到第二个礼拜第三个礼拜严重状况的时候 我一个礼拜消毒两次 当我们开始要录音的时候 一个月以后我们开始录音录音 因为有外人进演奏厅是每天消毒的 就是每天工作完就消毒 每天工作完就消毒 所以在这一段期间里面 我们的演奏厅是不让外人进去的 就完全是我们自己的人 我们同仁就必须要每天做正常的SOP 你要进演奏厅厅 每个人都要量体温 只要你的体温不在正常范围之 你就请你不可以进演奏厅厅 在演奏厅里面我就请我们同仁去买了 90个压克力板 也就是说每个同仁与同仁之间 就会有一个压克力板 让你觉得安全 那我想我们所有安全如何防范 我们都努力做了 同仁看到这些 他大概觉得也很感动 确实我们行政单位所有考虑 全部都考虑了 能做的防范都做足了 是的 然后我们所有这个办公单位 我们本来有好几个门 最后只有一个门能够进出 就所有人只能在这个门进出 那你进出的时候 我们都有正常程序的量体温 SOP 所以刚开始的时候 也许同仁还有点担心 大概两个礼拜以后 他们就静下心来 好好接受水澜老师的训练 那一直到我们上个礼拜的开季演出 那训练当中是很辛苦 比如说我们训练贝多芬的曲目 因为刚好今年是贝多芬 250周年的诞辰 那这两个乐际 我们要把贝多芬的交响 就全部演完 那水澜老师的贝多芬呢 是他想根据他的研究 他想恢复到贝多芬时代的 风格的贝多芬 包括曲目的速度 都跟现在完全不一样 贝多芬的曲子在这几年当中 有很多的不同的指挥家 不同的交响乐团 他都做了很多不同的诠释 可能有越来越沉重 越慢的方式走 可是水澜老师对于贝多芬的诠释 他觉得应该按照贝多芬时代的速度 因为贝多芬在1812年以后 1815年节拍机出现了 他就写得很清楚 每一首曲子哪一个地方 他有多快的速度 他都已经非常著名上去 每一首曲子 每一段音乐 每一个乐章 他都写上去 那跟我们现在所常听到的版本 就有蛮大的出入 蛮大的不一样了 所以比如说他最不妥协的 当速度很快的时候 那同仁可能快不起来 那比如说他有跳功 那有跳功吧 对同仁来讲可能手断了 他都跳不起来 因为贝多芬时代的功跟现在的功不一样 巴洛克功 贝多芬时代的弦是阳长弦 所以不是像现在的刚弦 所以有一天 我就在国家音乐天彩排前 我说大师 您的速度一定要这么快吗 这样子 他说那没办法 贝多芬写的 贝多芬写的就这样的速度 但是他告诉我 当我们克服贝多芬的跳功 贝多芬的速度之后 我们再回来一眼之后 林姆斯基高杀可夫 或柴可夫之界跳功的时候 就非常容易 他告诉我这样的过程当中 他所以为什么要贝多芬九大加强曲 是每一个乐团训练的必经曲目 然后非常特殊的水兰老师 就是要贝多芬九大加强曲 他要自己第一号加强曲 第九号加强曲 他要自己指挥 他不让别的科技指挥 他就是要用贝多芬好好训练乐团的各种的 第一个我们要乐团讲技术 讲音准节奏 这些都是一个必备的基本条件 再来就讲音色 最后讲到风格 所以前面我们透过这几个月很痛苦的过程当中 最后我们讲到音色的 焦强乐团自己的音色的 有风格的 然后这样子所谓的音色 一般的听众可能听大声小声 那可是比较高境界的音色是 放松有张力的跟放松的音色 什么音乐是有张力的 什么音乐是放松的 或者有张力当中 你仍然保持很好的音色 不是紧的音色 然后这个训练过程当中 我们就看到 是非常的按部就班 一步一步来 那焦强乐团的同仁 因为不同的年代 受不同的地方的教育 它的基础当然不一样 要如何把所有同仁都拉在一个水平上 这是我们这几个月获得最大的成就 真的很不容易 是是这个是我们这几个月看到同仁 然后再来我从同仁的演奏 我们到国家音乐庭演奏的时候 台北毕竟不是我们的主场 我们的主场在中部 在中部的时候我们同仁非常有自信 到台北的时候我们同仁好像比较没有那么有自信 可是从这几个月训练以后 7月19号月季 季末的演奏会 我第一次看到我们同仁在台北国家音乐庭 非常有自信的演奏 是什么都难不老我们 然后我们8月底的开季演出也是非常有自信的演奏 坐在我旁边听我们开季演出是李洪启教授 是 他说你们非常勇敢 开季演出就演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 他说这首曲子很难演奏 因为大家耳熟能详 所有世界交响可能1000个 1万个交响乐团都演奏过这首曲子 所以我们只要有一点点 哪里闪失大家都听得出来 是 他说团长你们选贝多芬第五交响曲 表示说你们准备好了 是 所以这次这几个月我们看到同仁 我其实很担心 因为我们7月季末演出完之后 我们就有两三个礼拜的停练 就让同仁去所有我们这一学期当中 用到礼拜六礼拜天 让他们有一个喘息的机会 其实我们很担心放假回来以后 声音会不会跑掉 感也就是说那个感觉会不会跑掉 那第一个礼拜我们就演一般的 所谓把剑计划年轻人 我们很多要参加国际大灾年轻人 我们帮他协奏的四场音乐会 那水兰老师也在 我说老师你去听了吗 他说我听了 我说声音回来了没 我说魂回来了没 他说还没怎么办 我说不要担心 等你站上指挥台魂就回来了 然后我看他非常焦虑 非常焦虑 第一天练习的时候 他觉得回来百分之六十 第二天练习的时候 他说团长已经回来了 我说好 恭喜 已经回来了 可见得在那几个月里头的扎根 是非常扎实的 然后让整个的团 在他们在短时间里面 就能够回到当时水兰老师 教给他们的 他们反复练习的那个过程的 那个感觉 就都回来了 是 实在太棒了 很高兴我想我还有一个秘心想跟所有爱乐朋友分享 我记得我们去年十二月演贝多芬第九号交强曲的时候 那第九号交强曲水兰还是依照贝多芬的速度 特别是第四月章前段的 所谓大提琴跟低音大提琴的 resitative的时候 那一般人都是速度很慢 好像觉得他们拉过也能再继续下去 可是水兰老师就用他认为的速度 他了解他研究的速度 就很快的速度就演那一段 resitative 那我第一次听了我也觉得很不习惯 怎么这么快 然后我们同仁当然也要拉这么快 我们的大提琴 我们大提琴只有两位男生 低音大提琴最近比较好一点 我看女生都花容失色 怎么办啊拉得这么快 后来我听第二次 我觉得快比较好听 因为那整个音乐的张力好像一气呵成 不会好像拖泥带水 但是蛮有意思的 当演奏玩的 当然很多的乐评就有很多不同的看法 特别是到年 去年年底演贝多芬第九号交响曲 老实说这是很好卖票的节目 曲目 所以台北跟高雄我们都卖得非常好 这很多 可能也有很多乐迷很久没有听过台交的演出 那去年到今年 那我们这次演贝多芬前几个月演贝多芬的第五号命运交响曲 也是一样的情形 也是让台北的观众跟台中的观众对贝多芬有不同的体验 那我要非常感谢所有爱乐朋友这一段期间 我们到台北演出可以卖出九成票房 虽然不是我们的主场可以卖出九成的票房 我们在台中国家歌剧员大概一个礼拜前几天前就完售了 我要非常感谢我们所有爱乐朋友给国台交的鼓励跟支持 很厉害 刚才在中间休息的时间我们有同事在讲他听到这个命运交响曲 他觉得说为什么这么快 他觉得没有喘息的时间 其实我在想命运本来就没有给我们有喘息的时间 尤其是像这次的疫情来的这样子的突然 而且遥遥无奇不知道什么时候会结束 那我相信团长在这段时间里面帮助团整个的提升你们的水准 演出的水准 然后抓住水兰老师 他从来没有在一个地方停留这么久 这次在雾峰真的是驻在乐团里头的驻团指挥 帮助了国台交 也帮助了每一位的团员 不单单提升国台交的演出的水准 我相信对于团员对于全市音乐的看法 也开了很大的眼界 让他们知道说其实 也许是不同的指挥 但是如果要依照原来的作曲者的心情来演出的话 其实跟原来跟以前我们的想象真的是有很大的出入 对不对 确实是 那我想我们现在来谈一下 因为其实我们跟国台交是长久的合作的伙伴 那团长也知道说 现在大家都在讲数位 数位化很多东西都要数位化 那工厂数位化很容易 可是表演团体要数位化 跟我们的媒体要做数位化 可能有一些不同的思维 那我不知道团长在这个部分 将来我们还是希望能够继续跟国台交友密切的合作 那在尸体的广播上头跟数位上头 我不知道团长会有什么样子的期待 我们能够在合作 在未来的合作上头 在这两个部分能够怎样来继续往前 我记得几年前柏林爱乐交响乐团 他开始做数位音乐厅 线上欣赏 也就是说实况转播 那在台北也有一两个场地 只要柏林爱乐交响乐团演奏的时候 当然因为时差的关系 我们在这边也可以听到现场的实况转播 刚开始我对这样的现场实况转播 老实说我还有很多很多的疑问 因为我们一直鼓励民众听现场音乐会 因为现场音乐会跟我们自己在家里 放一个DVD看是完全不一样的 因为现场有现场的氛围 跟你在家里欣赏 在家里我们可能要用很好的设备 才可以听到原音重现 这是我们对古典音乐欣赏 过去我自己心中的疑虑 有很多很多的疑虑在这里 那可是经过这一次的疫情 老实说我就跟我们同仁讲 我们可能要思考如何在我们的演奏厅 所有改变成光纤 所有跟上5G的时代 也就是说我的演奏厅 它是一个数位音乐厅的 它也许有些音乐会 我虽然只有500个位置 可是就如同前几个月 高雄魏武云演了杜兰斗公主 那它两场音乐会都卖完售 票都卖得很好 可是它跟公共电视做了实况转播 所以两场音乐会 两场歌曲戏要超过20万人欣赏 那当然也许对买票人觉得 那我买票进去 也许在线上欣赏的是不用付费的 也许会有一点不太平衡 但是就以推广音乐 以现在的科技来看 我第一天晚上 我也在我的手机线上欣赏了 他们的实况 那现在的科技技术 已经可以把现场实况 非常原因重现地转播出来 团长我想 因为音效里头好像在疫情的时候 国台交先开了一个 台湾乐团的一个首创 就是在直播 就是在数位平台上头 有一场很成功的演出 那是你们的处女秀 对不对 我们第一次想要在 要播直播这个影片放上去 我们原来想说 刚开始的时候 我们就挑过去 我们觉得有代表性的音乐会 跟水澜老师一起合作的 我就让他看哪些有代表性的 我们可以放在网路上 让大家欣赏 那有些他觉得不妥不妥 他觉得不够好不够完美 因为是现场录影 对 那我觉得OK 人家不会太care你现场录影 你出什么状态 他还是非常的谨慎小心 那所以后来我就说 那我们来录一个音乐吧 所以我们就录影训练了 贝多芬第七号交响曲 跟马斯堪尼的乡村骑士 两首曲子 那刚好那这两首曲子都代表 贝多芬的命运最艰困的时候 他写了第七交响曲 刚好在那个时候 不管直指过世 或者各种对他打击最大的时候 可是他依然还是写了 第七号交响曲 那马斯堪尼的乡村 其实当然是代表爱 所以我们就用了这两首音乐 就录影 当然要练得水兰老师满意 为止可以录影出去 然后甚至于每一个镜头 水兰老师都有他的想法 要用哪一个镜头 录影完毕之后 他必须要再去调整所有的音色 如何是原因重现 然后这是指我们在非常严肃的一面 让大家呈现 水兰老师认为说 只要我放在网路上的作品 我一定要是国台交最好的作品 那另外一种方式 我们就想说 听古典音乐 毕竟可能不是那么多的普罗大众 很多的普罗大众 那可能不了解交响乐团是什么 所以我就跟我们同仁 我说你们发挥创意 看有没有像 像那个现在很流行的那个馆长这样网红 然后我们透过他的介绍 可以让一般民众了解交响乐团 什么叫交响乐团 交响乐团在做什么 所以我们刚好中部有一位古典音乐的网红江老师 我就有请我们同仁 我说那是不是我们可以跟他谈合作 那江老师从来没有跟交响乐团合作过 所以他们也非常的期待说 可以来跟我们合作 所以我们就做了 第一个做的贝多芬 第二个做的交响乐团的一天 交响乐团一天就让人家清楚 说交响乐团一天到底他的排练是怎样 他这个我们讲交响乐团这个行业 他到底怎么样准备一场音乐会 一般人无法了解 或者你没有听音乐听 或你没有听古典音乐 你就不知道交响乐团到底在做什么 那再来就是刚好我们今年 去年到今年我们到年底要出版一套 120首的台湾歌谣百年传唱 那这120首我们已经录了100首了 我们大概已经整个都录完了 大概整个现在到过这一阵子 就会整个录完 我们预计在11月中间会正式出版 也就1900年到1970年时代 最好听的台湾歌谣 我们都请作曲家 重新编曲用交响乐团演奏 然后总共会有10张CD 一定非常的精彩了 我是觉得下一次要再录这样的CD 我不知道多少年以后 但是我总是想让一般的民众 可以透过听这个音乐 也许你在KTV有唱过这个歌 可是你听交响乐团演奏的版本 可能它的艺术性会比较高一点 那我非常高兴 我们在YouTube的订户 原来大概1万7千人左右 但是透过这一次的网络 所有的行销 我们大概增加了7千位订户 也就是说 我们虽然拍的影片有 包括贝多芬地界的交响乐团演奏 大概超过四十几万 五十万人欣赏 但是我们一直想 如何是欣赏的人之后 他有兴趣进来国台交的平台 他如果可以 是我们YouTube订户的话 我们就知道说 我们的粉丝到底在哪里 我有音乐会的时候 我有节目的时候 我如何告诉我的粉丝 也就是说增加了7千位 我觉得非常好 我觉得非常好 增加7千位就透过 也就是说我们在这一段期间 我们透过数位 透过科技 透过各种方式 然后再回来 虽然数字是冷冰冰的 但是这个数字 可以让我们同人知道 我透过这样的活动 透过这样的影片 跟我们的乐友 虽然没有在音乐厅 可是我们一直对我们的乐友呼唤 我虽然疫情期间 可是我都没有忘记你们 我们还是努力准备 我们还是希望透过各种 透过科技的方式 让你们知道说 我们在这里 所以我觉得这是这一段期间 我们的YouTube增加 有7千个人进来 然后最主要是7千个人 很可能都不是学古典语 它是个不同的行业 很多人就很希望说 我想以后我是水澜的铁粉 以后只要水澜演奏 我就会买票 然后我第一年开始感受到 国台交的音乐会的票 我不用那么痛苦 想要怎么行销 就是这是息息相关的 也就是说我也让我们同仁知道说 你们现在的在听众心目中 建立了一个品牌 这个品牌呢 它对我们是期待很高的 这个品牌 它就已经在这个地方了 然后我们如何让这个品牌 能够常常在想 能不能代表台湾 或者国台交在亚洲的交响乐团 它的定位在哪里 或者它在世界的交响乐团 它的定位在哪里 那可能是我们下一步 要继续再努力的方向 其实没有想到这一次的疫情 让国台交能够成长 然后也用一些科技的方式 吸引到一些 不是我们想象到的这些乐迷 在他们的心目中 也对国台交有一个深刻的印象 也了解交响乐团的运作 所以相信国台交将来 在演出的时候 真的会有很多的人 把欣赏交响乐团的演出 当成一种日常 而不是一个特别的 一个艺文表演的活动 要懂得音乐的人 才能够进去的一个场所 所以其实我觉得 您带领的这个团 应该是这一次的疫情的 最大赢家 很期待 谢谢团长 谢谢 当我们同在一起 一起改变 一起更好 感谢国立台湾交响乐团的分享 好家庭联播网 与您开创 共好时代 感谢国立台湾交响乐团的分享